紧接着跟你分享创意甜点 在屏东水果市家长大的叶杰恩 家里从日治时期开始务农到现在 已经传承了第四代 而他原本是咖啡烘豆湿 对于制作法式甜点也颇有研究 为了推广家乡水果 六年前创业卖起果汁 坚持不加糖不加水 除了饮品具有浓醇香 还研发了几种不同口味的仿真香蕉蛋糕 内馅带有着台湾茶品的清香 还有香蕉的淡淡香甜 让涛客每一口都吃得到惊喜 酒香酒香 新鲜蔬果屏东产地直送 在台北市大安区的超市里头 叶家堂兄弟正享受着开箱乐趣 这拜拜拜起来很漂亮 好好吃 肥妹硕大的橘子 白瓜 火龙果 让超市的空气中慢着真正清香 出生在水果世家的叶杰恩 家里做香蕉生意已历经近百年 什么样的香蕉最好吃 叶杰恩标准严格 大家想说水还要吃的材账 但是就香蕉比较特别 香蕉经过熟成 经过了熟成之后 它的香气跟Q度会变得很好 清拿清放一一上架 也学责的超市入口处 就是这些新鲜水果的展示平台 台湾人不会去特别的 珍惜台湾的自己的东西 比如说Made in Taiwan 他们觉得 这是我家的东西 本来就应该便宜 那国外进口的东西 本来就是应该贵 不忍盛产便盛产 叶杰恩利用家乡资源 以香蕉为起点 又让台湾民众正是水果王国 封号的价值 台湾香蕉是世界第一 你在别的国家有吃到 比台湾的香蕉还要好吃的吗 应该是吃不到 对 因为台湾的香蕉 它就是很特别 来 所以我们的 仿真香蕉蛋糕 请你吃吃看 红色胃皮带着些许黑斑 里头藏着的是香蕉果馅 还有铁观音做成的慕斯 看起来就和真的香蕉一模一样 造型真的是很漂亮 然后看得出师傅非常的用心 它外形连香蕉的那些黑色帮纹 都做得非常的理睁 所以一眼看上去就觉得非常有趣 它就很可爱 外观就是一根小香蕉这样子 然后后来我去实际看它的内餡 就发现也有我很喜欢的铁观音 所以就吃吃看这样子 然后因为它可以一口就吃到 就是有铁观音跟香蕉的口感 除了经典版叶杰恩还有红皮品种 是以草莓制作慕斯搭配巴勒果馅 另外还有看起来还未成熟的绿香蕉 则是以柠檬慕斯配着凤梨果馅 内馅柔软湿润 外层巧克力则保有一定的脆度 让甜点有了各种层次变化 蛮惊艳而且不甜 因为通常大家听到法式甜点会偏实甜 可是因为它有融合了水果酱 所以我觉得它有适度的综合 就是这个巧克力的甜味 将香蕉打成果泥再加一点点柠檬汁 多了一股不一样的酸感 加热熬煮慢慢软化纤维 温度拿捏在80度左右 否则很容易黏锅 再加入泡过维生素C的新鲜香蕉丁 一起拌搅降低氧化速度 而在慕斯制作上 叶杰恩一样不假他人之手 除了常见的原物料 他还多加了和台湾小农合作的 铁观音茶粉来提香 我觉得它这种手茶的味道 去搭配在我们的香蕉 像我们做的香蕉它就是带点酸脂 搭配这个它会有层次感 因为其实像我觉得吃甜点 我不喜欢吃一个东西就是有那个味道 内馅调配苦心增盐 在仿真香蕉的外壳上也剖居巧思 这个是我们用白巧克力跟可可纸 制作的巧克力外壳 结束冷冻过的巧克力外壳 等退冰后擦去表面薄薄的水汽 叶杰恩以手指为笔 沾上竹炭粉细细点缀香蕉蛋糕 就像真的香蕉一样 它的地头嘛 然后跟尾巴一定是黑的 那像黄香蕉 我们就因为真的香蕉 都是粗黑斑起来最好吃的 那我自己把绿香蕉做这样 是因为就是让它在树上 被叶子打到的时候 会有一点伤的感觉 对香蕉的熟悉度 藏在自举之间 果汁不加糖不加水 让客人能吃到最纯粹的浓纯香 或者加上咖啡来调和 让香蕉果汁的味道 有更多变化 叶杰恩的理念 打动了原本是念理工科系的表弟 傻傻地跟着他一起朝着梦想前进 我跟他想的一样 我们拥有这么好的一个土地 然后又有这么好的水果资源 其实我们提供不加糖不加水 然后坚持原果 这不是我们的优势 是我们的义务 所以说我就觉得说 我一定要跟着他一起学 你如果努力的往前走 老天爷一定会帮你开一条路 很多事情要走到 看得到结果是要坚持的 如果我没有去坚持它 我没有坚持这六年来 我不会有这些东西 换一个方式 展现台湾水果的魅力与可能性 叶杰恩要走出一条路 或许崎岖难行 或许得披荆斩棘 只要有人愿意并肩同行 路也将变得明亮宽阔